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不让大家失望 我决定用另外一家汉堡店来替代 米其林三星大厨Gordon Ramsey 在拉斯维加斯开了全球唯一一间汉堡店 虽然说不是最贵的 但是冲着Gordon的名气 也绝对值得我们这一次单独为他开则400公里 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随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要去打卡的这家Gordon Ramsey Burger的广告 我们今天要去的这间汉堡店就开到这些奢侈品伶俐的独潮里面 对了 你们知道吗 KUCHI在洛杉矶开了全世界第二间的主题餐厅 听说价格不菲 而且味道还不错 如果这期视频点赞超过10万 我们下一期啾啾就带大家去打卡一下 KUCHI的主题餐厅 我身后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这间店 Gordon Ramsey Burger 整个餐厅走进来之后 你能看到他整个的装修风格 他们还是延续了Hell's Kitchen的开放厨房的这种形式 而且在店里面随处可见 Gordon Ramsey 他的logo 小到那種背脫 大到電視 再到他的大幅的 他的照片 讓你感覺到 這是一個非常會做生意的廚師 我已經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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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呢 點了他們家兩款 他們家主打的漢堡 我點了這一款呢 是Chuckle Burger 就是黑松露漢堡 那身上是點了這一款呢 叫做Hell's Kitchen Burger 地域土堡漢堡 這個漢堡呢 就是他真的是 像圖片裡面 描述的那種漢堡 是一樣的 非常的大 我的這款Travel漢堡 明顯的看過去 就更蓬鬆一些 整體的外形 也更狂野一點 而實際上是這款漢堡呢 看過去 你會感覺 更juicy一些 而且裡面的料呢 你會感覺 拿著手上 也更實在一些 那我們這廢話不多說 趕緊來看看 他們家的漢堡 到底有什麼區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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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鸡蛋夹在里面 它又是那种温泉蛋 没有剧买的食物 所以当它咬开之后 那鸡蛋沾进水里爆浆 让整个的汉堡的口感 更加的增加了一种脱汁的口感 我们之前在看营业道那些汉堡 说过一个好吃的汉堡 有三个标准 第一个就是它的面包够不够红松 第二个就是它的里面的 这个牛肉饼够不够juicy 第三个标准就是里面的菜够不够新鲜 那今天我要为汉堡好不好吃 加上第四个标准 味道够不够够复杂 说实话刚刚那个Travel汉堡咬下去之后呢 那种黑松露的香气 真的是扑鼻而来 是我第一次吃汉堡 觉得一个汉堡 现在都可以做的这么香 这个呢是摄像师点的 Hell's Kitchen Berry 我们来尝一尝 帮你尝一口吧 我也把它切开啊 不够坏你那边 我闻过去有很重的Hellepine的味道 就是那种墨西哥小辣椒 它那个汉堡呢也做得很好 里面的分层的结构呢 非常的清晰很前面很漂亮 而且呢今天进来他们家之后呢 我第一次觉得汉堡呢 是一种有着独特香气的一种美食 好了废话不多说赶紧尝吧 我觉得奶西北汉堡 比吃喝飞再去的还要少 太快了 这款Hell's Kitchen Burger的 跟刚那个Trafo呢 就有很明显的区别 首先它是一款很辣的汉 绿色的 它的Paniel真的有一点小辣 那我们大概有规矩吧 不行我被骂了 大家都是我欺负的 还有就是 它里面的牛油果也会放的比较多 所以呢它的奶香味会更重一点 如果我们以十分计算的话 刚刚那个Trafo Burger 就是一个满分的汉堡 我可以给它打十分 那这一款汉堡呢 可能八分吧 这家的洋董圈呢 切的特别厚 但是外面裹的这层面粉呢 裹的又特别的薄 好吃啊 我觉得它们在洋董圈真的是满分 它炸完了之后 它就没有很油 因为它不怎么吸油嘛 它主要吸油 在外面的果然 它的面粉很吸油 它很薄 所以油呢都过滤完了 看见没有 就滤掉了 好我们的账单来了 我们今天这份饭吃多少钱呢 我点的这个Trafo Burger呢 是25块9毛9 摄像是点的这个Hell's Kitchen Burger 是17块9毛9 另外呢 我们还点了一杯奶昔 和一个Oni Rinse 总价是69块3毛2 当然呢 还要再加上一个18%的建议小费 11块5毛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饭呢 最后会在80块钱上下 总的来说呢 Golden Ramsay Burger这间餐厅 他们家做的汉堡呢 从品质上来说 真的是有点超乎我 的预期了 而且呢价钱呢 又做到非常的亲民 所以说呢也不是贵的东西 就一定好 便宜的东西呢 往往呢也能吃出惊喜来 好 我是薛小冬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是一个汉堡爱好者 那一定不要错过 Golden Ramsay Burger这间餐厅